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交替的这种快乐 我觉得就已经足以了 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呢 有的学生能够正常的发挥 这个跟平时的积累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前面呢 我给了大家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打好基础 第二个呢 我们是沉着应对 第三个呢 我们正常发挥 那么打好基础呢 非常关键 也可以 我们把好的 就是考的理想的这个学生 请到我们身边和大家进行交流呢 都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点呢 就是有些同学在平时学习过程当中 特别注重总结 这个非常的关键 你在每一次听老师课之前 你有一个预习 然后听老师课之后 有一个总结 非常的关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要练字 现在的答题呢 都是机器来识别答题卡 如果你的字体太潦草的话 那肯定不会给你加分 就是老师面对面的考 或者是有老师在这看卷 那么你的一个字迹的工整 还有字迹的秀美 也能够帮你提分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在平时啊 不要拖延 有些孩子呢 可能家长比较溺爱 那么我经常也说一句话 说这种溺爱的孩子 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宠出来的孩子都是宠物 干出来的孩子呢 都是人物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要雷厉风行 今天的事情今天做 不要拖延到明天去做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粗心 这是很多孩子普遍容易犯的错误 那么一旦粗心的话 总是粗心 而且看东西不仔细 有时候理解呢 可能会理解有偏差 这都是导致你成绩上不去的主要原因 所以通过这么一个高考 为我们的深深学子祝福的同时 我也希望我们还有以后要面临各种各样 考试的学生也好 或者是去寻找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好 这几点呢 都要做到 千万不要给自己放松啊 尤其是不要马马虎虎粗心大意 只要能够做到定时的去总结 而且呢 提前去做计划 我觉得你该寄的东西 能够找一个优选法 能够把它寄牢了 那么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你成功的基础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